一个小程序的页面有四个部分 一个GS文件里面是页面的主要的逻辑代码 一个是JSON文件里面就是页面的相关的配置 还有一个WXML文件 WX表示微信 ML表示Markup Language 这种WXML文件里面的东西就是页面的一个界面 它跟我们平时用的HTML差不多 还有个文件就是WXSS 里面放的是页面上面用的样式 在开发者工具创建的这个演示小程序里面 我们打开它的Pages这个目录 它里面定义了两个页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Index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就是你看到的这个小程序的一个首页 一个页面会有一个GS文件 这个文件里面的东西就是页面上的主要用的一些逻辑代码 这个Index页面就是这个Index加GS 这里用了一个Page去注册了一个页面 在注册的时候就给它一个对象 里面可以去添加一些东西 比如说这个Data就是页面上用到的一些数据 这些数据的显示是页面上面的WXML这个文件里面控制的 这种文件有点像是一个模板 那么你会发现它跟我们平时用的HTML差不多 就是一些标签上面有一些特殊的属性 只不过有一些标签是小程序特有的 比如说这个ViewText 这里用的样式比如说这个UserInfo类的样式 都是在页面的WXSS文件里面定义的 它其实就是小程序页面的一个样式表 这些两组大括号里面的东西表示的就是要显示的数据 比如这个Model 在注册页面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Data 里面就有一个Model 对应的值是Hello World 我们可以修改一下 把它设置成Hello 保存一下 在这个模拟器的上面 你会看到页面上显示的文字 就会变成了我们设置的Hello 这个首页上面的WXML文件里面的 UserInfo的Avatar URL 应该表示的就是用户头像的一个地址 下面的这个UserInfo nickname是用户的昵称 这些数据用的就是小程序里面的 GetUserInfo这个接口得到的 我们可以回到页面的逻辑文件 这里你会看到用了一个页面的生命周期的方法 就是这个Onload 小程序页面加载以后会去调用这个方法 它里面就是用了App的GetUserInfo 去得到用户的相关信息 得到以后又用了一个SetData 去把信息放到了UserInfo里面 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个WXML文件里面 就可以去使用UserInfo来访问用户相关的信息了 这个App的GetUserInfo方法 是我们在小程序的应用里面定义的 就是这个App.gs 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GetUserInfo方法 它里面实际上就是用了小程序的GetUserInfo这个接口 来得到这个用户相关的信息 在这个页面上的App是用GetApp这个方法得到的 这个方法会返回小程序的应用 在这个View标签的上面还有一个BindTap 它会在这个元素上面绑定一个Tap式件 处理这个时间用的就是BindViewTap 这个方法是在页面的GS文件里定义的 就是这里的BindViewTap 它里面用了小程序的NavigateTo这个接口 打开了另一个页面 就是Logs 在模拟器上面我们可以试一下 点一下页面上的这个用户的信息 会跳转到小程序的另一个页面 就是Logs页面 这个页面就是小程序项目的Pages下面的Logs里面定义的